我重新睁开眼时 爸妈正领着傻弟弟直播卖惨 是他姐姐不懂事 把安眠药当成糖果喂给天赐 苦了我们天赐了 系统提示音响起 宿主 锁定目标任务 是否启动只说实话系统 我柔柔隐隐作痛的脸颊 勾起唇角 启动 下一秒 我妈说出的话变成了 赖在女儿身上 当然是为了让她愧疚 心甘情愿给天赐 当一辈子免费保姆 看着她惊慌失措 关闭直播 我冷笑 这一世 我要你们后悔长了嘴 谢谢大家刷的礼物 我们一家人会努力生活的 虽然大女儿把天赐害成这样 但她毕竟也是我们的孩子 只要她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我们不会亏待她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哎 只是我的天赐太可怜了 大女儿马上就嫁人了 以后就剩我一个人照顾天赐了 我被我妈刘美翠的哭诉吵醒 看着熟悉的环境 我有些恍惚 身上被烈火灼烧的痛感 还历历在目 前世 为了给弟弟筹筹治病 我嫁给了同村刚出狱的 老改犯王永强 他不满我月月补贴娘家 一次争吵过后 我被他打晕扔进火堆 到死我都在担心 弟弟没了我该怎么办 可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周天赐根本不是我 为错要变傻的 是我爸妈为了躲超生罚款 在山里难产生出的吃当 思绪回笼 电子音同步响起 宿主 已锁定目标人物 是否启动只说实话系统 我看着自己身上大大小小伤痕 勾唇微笑 启动 下一秒 我妈卖惨的话变了 女儿就是赔钱货 天赐不是她害的又怎样 我给她口饭吃 就是她的恩人 她必须给我儿子当牛做马 一句句惊天言论 惊呆观众 看着满屏质问的评论 我冷笑 这一事 也该轮到你们 尝尝绝望的滋味了 我妈手忙脚乱 关了直播 看到我还在床上躺着 一个巴掌扇过来 周慧帝你还不滚起来 懒得跟猪一样 要是王永强没相中你 我就把你卖给隔壁村 从道妈妈放心 我一定讨好永强 和他照顾天赐一辈子 我爸周旺端着排骨进屋 阴阳怪气 你还有福气嫁给王永强 你弟弟哪有娶妻生子的福气 你可别忘了 是你把他害成这样的 弟弟周天赐跟在他身后 肥胖流油口齿不清 姐女人 给我钱 我笑着点点头 爸妈 听说那王永强有的是钱 不如我们彩礼再多要十万如何 万一我嫁过去捞不到钱 那不是亏了 反正一会儿就来迎亲了 这个结果眼上 家前他也一定同意的 不然多没面子 门外鞭炮锣鼓声越来越近 他俩对视一眼 肯定了我的想法 老畜生 贪心可没有好下场 没人带着王永强进门 两双眼睛四处打亮 王永强色咪咪的 以我的条件 周慧帝他能嫁给我 那是你们周家高攀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家 别耽误了洞房时间 媒婆满脸不屑催促着 没听见你老公催你吗 嫁人最重要的就是听话 怎么一点觉悟都没有 刘美翠和周旺对视一眼 随即扬声道 既然女婿有钱 那彩礼就在家十万 四十万一分不能少 否则今天惠帝绝不会跟你走 王永强气地跳脚 指着他鼻子骂 你个老不死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 周惠帝要是不走 今天就是周家的死期 我默默退到角落 欣赏这群人互喷 系统上 接下来话风突变 媒婆口吐芬芳 你一个东过大牢的老男人 能娶到这么年轻漂亮的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多花点钱怎么了 谁不知道你那钱来路不干净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还做梦免费娶天仙呢 你家不就是想靠 卖女儿给儿子攒钱吗 还说什么怕女儿被欺负 真怕她受气你 倒是给嫁妆啊 一家子吸血鬼 刘美翠不落下风 我呸 卖女儿怎么了 我生了她 她就得听我的 也就是看她有点钱 除了我们家 你问问村里 谁家愿意把女儿嫁给她 我告诉你 不光她要养我女儿 我儿子她也得养 姐夫养小舅子天经地义 王永强加入战斗 这臭婊子 除了嫩了点 还有什么 老子就是涂她干净 免费的鸡而已 假清高什么 养小舅子 我非打死她 我抓了把瓜子看热闹 狗咬狗什么的 最有趣了 村里人把我家院子团团围住 我热心过去 给大家发瓜子 大家看看就行了 别外传 我爸妈也是为我好 邻居们纷纷为我抱不平 我默默关掉系统 留他们几个面面相去 哼 这个婚老子不结了 呸 想娶我女儿的人多了 撂下狠话 三方名声全臭 我是唯一的受害人 当晚 刘美翠和周旺商议 周慧帝抢了天赐的福气 他就得千百倍还回来 不管是生他时难产 还是周慧帝喂药 反正就是周慧帝的错 隔壁村老城头 愿意出五十万 找慧帝给他生个儿子 这时就这么定了 我在窗外听着 心中怨恨愈发深刻 前世 我是死后才知道真相的 他们在我坟前争吵 认定是我抢了属于周天赐的健康 我真是欠你们周家的 生儿子时你不舍得掏罚款 害我难产生个傻子 现在女儿又早死 以后叫我上哪要钱啊 吵到最后 刘美翠甚至庆幸 幸亏这赔钱货死得早 咱们天赐一定会健康平安 活到九十岁 周旺掀了我的贡品 狠狠道 走 他往永强杀我女儿 不能就这么算了 把他尸体挖出来 咱们去再要一笔钱 从头到尾 只有我傻乎乎的 背负着愧疚 给他们全家当牛做马 周家压根没把我当人 从前那个任人欺辱的周慧帝 已经死了 现在 我就是你们周家的阎王爷 我要你们明白 什么叫报应 隔天 刘美翠难得做了一桌好菜 往日权规周天赐的鸡腿鱼虾 今天也有我一份 他按住周天赐不满的双手 态度高傲 吃吧 最后一顿 以后别说我磕待你 我沉默地吃着饭 心里琢磨 什么时候再次开启系统 碰巧周旺拎着我为数不多的行李出来 吃完饭送你去隔壁村 你去给人家生儿子 不用你养 生完就回来 他们还真是不停刷下线 我心里有了对策 吃完饭 我找到周旺 泪眼婆娑 爸 妈都告诉我了 你当初为什么要骗我 弟弟的病跟我没关系 就算你不骗我 我也会照顾弟弟的呀 妈给了我点钱 让我赶紧跑 他不想看我没明没分 去给人生孩子 周旺脸色骤然一黑 厉声道 那死娘们说的 妈让我瞒着你的 竟是我爸 我心里还是很尊敬您的 望着他紧握木棍的手 我笑了 给我爸妈开启系统 俩人都不是擅长 平日里互相忌惮 捏着对方的小辫子过日子 现在可是放开了说 臭娘们敢出卖我 我就知道 周慧弟根本不是我的种 我看应该把你也送出去 给人家生孩子 周旺劈头就是一棍 刘美翠头破血流 俩人一路撕扯到院外 周旺 你别忘了 当初要不是我卖身救你 你早就吃牢饭了 你偷看村长老婆洗澡的事 还是我给你解决的 会说多说 我们都爱看 不一会儿 俩人那点牢底 全都抖出去了 村里风言风语见起 周家成了话题中心 刘美翠平白挨了顿打 一肚子火没触发 逮着我就开始打骂 周天次虽然智商不高 力气却大得很 我知道反抗不动 便顺着劲被他拖到柴房 捡人 活该 三人对质 我不承认和周旺说过那些话 反而一脸天真反问 爸妈 难道天次的病 真不是我造成的 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好认栽 你就在这等着吧 陈家马上来人接你 瞧你多有福 人家亲自开车接你呢 我笑着点点头 诚恳道 希望天次 也有我这样的好福气 刘美翠瞬间乍毛 一脚踹过来怒吼 你敢揍你弟弟 我柔柔隐隐作痛的肚子 无辜道 你不是说这是福气吗 我给他送祝福 有什么不对吗 刘美翠哑口无言 瞪了我一眼便出去迎客 现在就是逃跑的最佳时机 我从后院翻墙出去 落地使崴了脚 一瘸一拐 跑到村口往永强家 使劲拍门 抽空往脸上抹了把灰 高声哭喊 永强哥 永强哥救我 他刚一开门 我迅速冲上前抱住他 低声哭泣 永强哥 我爸妈要把我卖给隔壁村 老头生孩子 求你救救我 你带我走吧 我不要彩礼 我不想摆给他们钱 天大的好事落在他头上 他那老鼠 脑子一下就不转了 好 好 好 我肯定对你好 我随他进门 红着眼娇声道 永强哥 他们骗我 我不甘心 你能不能帮我揍他们一顿 给我出出气 你现在就去 我在家收拾行李 你回来咱们就走 王永强不假思索 捞起菜刀就出门了 你放心 谁都不能欺负你 真恨自己没有千里眼 真想看看周家那三个畜生 挨打求牢的画面 前世 王永强喝多了酒打我 赌钱说了打我 在外面受了气也打我 既然你们说这是福 那这破天的富贵 也该轮到你们尝尝了 我吹着口哨 根据前世记忆 翻出王永强赌钱偷窃的证据 把证据放到明面 掐好时间往周家走去 离得老远 就听见周旺和刘美翠的惨叫 我边跑边喊 爸妈 求你们放过我 我不想跟老头生孩子 我也是你亲生的呀 不管遇到哪个相亲 我都停下来 跟对方哭诉一番 等我慢悠悠走到地方 周家院子里已经一片狼藉了 那几人浑身是血 躺在地上哼哼唧唧 见了我 眼睛都亮了 系统同步开启 刘美翠 周慧帝 你给人生个儿子能死吗 为了你弟弟 你委屈一下能死吗 周旺 王永强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早晚杀了你 周天赐 周慧帝是捡人 打死你 你要害我 王永强手里的菜刀还在滴血 周慧帝 你这张脸蛋就该伺候老子 等我把你玩腻了 再送你去给人家生儿子 场面更有趣了 围观的相亲们 劝和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我坐地上哭天喊地 逮着他们话里的重点反击 爸妈 我也是你们亲生的 你们是要把我逼死啊 几人肉眼可见的慌乱 可说出来的话 根本不受他们控制 恼羞成怒之下 周旺揪着我衣领 往柴房拽 住手 警察 我声嘶力竭叫喊 救命 救命啊 饶是见多识广的警察 也被院中场景惊掉了下巴 一个昏迷不醒的老头 一个劈头散发满脸血的女人 一个提刀凶神恶煞的男人 还有一个坐在地上 用自己的尿和泥巴的傻子 在石化系统加持下 王永强直接招了 是我想英雄救美 我是来给惠地报仇的 是我要把女儿卖给他生儿子 周旺颤抖着松开我 嘴巴不由自主的一张一合 我想给这个赔钱货点教训 他惹我儿子不高兴了 一个女人罢了 我打死他又能怎样 警察也没见过如此大言不惭的人 等他们戴上手铐 我撤了系统 捡一下就疯了 放开我 凭什么抓我 来人啊 警察随便抓人了 我擦干眼泪 解释道 我爸妈可能精神出了问题 他们最近经常这样说虎话 我跟着他们去派出所做了笔录 情真意切给几人求情 我爸妈年纪大了 不能坐牢呀 他们也是心疼弟弟 这次就放过他们吧 永强哥好心办坏事 他刚出狱 已经改邪归正了 平时他就赌赌钱 不干别的坏事 我作为家属 不追究他的责任 甚至也可以放了他呀 警察抓住重点 赌钱 我念如道 对呀 他家有不少筹码呢 永强哥经常在家招待朋友呢 他本就是重点观察对象 这波可是天降业绩 警察们马不停蹄 去他家搜集证据 顺带把我送回家 周女士 重男轻女是错误的 你自己别有负担 王永强判了三个月 周旺和刘美翠 被口头教育一番 那老头有点惨 本就身体不好 这次直接大小便失禁 瘫痪了 他家里人来闹事 要赔偿 扬言如果不给钱 就毁了周天赐 他们本来还想用我换钱 不过这是闹得大 我成了出了名的客夫恶女 十里八村避之不及 为了这出戏继续唱下去 我主动提出解决办法 妈 你之前直播不是 积累了不少粉丝吗 我们拍视频做自媒体吧 那个来钱快 咱们很快就有钱了 到时候 给弟弟在市里买个大房子 再给他说个媳妇 刘美翠还对上次直播 不小心说出实话的是后怕 有些犹豫 能行吗 怎么做呀 我给他吃个定心丸 能行 等你有钱了 就不用看 我爸脸色过日子了 这么多年 我赚的每一分钱 不都给你和弟弟了 你还不信我吗 刘美翠将信将疑 对金钱的渴望战胜了一切 好吧 按你说的做吧 卖惨是刘美翠长相 很快 他就找到当初直播的感觉 苦瓜人设 叫他立得明明白白 他直播时 我就在他身后干活 洗衣做饭 喂鸡喂猪 还要多谢这些年 他们的虐待 我身上但凡多一两肉 都演不出这闹饥荒的气质 没办法 女儿成绩不好 没学历找不到工作 家里又需要人照顾 嫁人 哎 女儿也是自己身上掉下去的肉 哪能随便把他嫁了 情到深处 我再配合他 落几滴泪 我不嫁人 我要一辈子留在家里 伺候爸妈和弟弟 我三岁时 把安眠药当成糖果喂给弟弟 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 我活该一辈子做奴隶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很快就有网友 扒出刘美翠之前的逆天言论 弹幕从满屏好可怜 怎么捐钱 转变到重男轻女 恶毒后妈 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刘美翠处理不了 把烂摊子扔给了我 屏幕前 我渲染玉器 我爸妈对我有意见 也是应该的 毕竟是我害了弟弟 我这辈子不图别的 就希望能再拿起书本 我高中时成绩很好的 模拟考试都能考到县里前几名 可是高考时 爸妈说我没考上大学 这就是命吧 命中注定 我就该一辈子还债 网友快疯了 弹幕刷得飞快 前几名怎么可能 什么学校都考不上 一定是你爸妈骗你的 怎么是你的错 你爸妈把安眠药 放在小孩子碰得到的地方 那是他们的责任 就是啊姐姐 你爸妈要是真的爱你 这种事情 怎么会让你承担 这对小孩子来说 是多大的阴影啊 支持楼上 姐姐你那时候才三岁 这是怎么都怪不到你头上 我拉过周天赐 语气自豪 这是我弟弟周天赐 他很乖的 如果不是我 他现在一定很厉害 就凭周天赐张嘴剪人 闭嘴赔钱货的程度 都不用我给他额外加系统 前世 我从未将周天赐 对我的恶意放在心上 虽有心酸 但我跟一个傻子计较什么呢 不管他怎样打骂折磨我 我都甘之如頤 只要能让他好起来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哪怕付出生命 可我刻意忽视了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网友说得对 要是周旺和刘美翠 真的在乎我 他们怎么会让我 从小背负罪名 又怎么会任由周天赐欺辱我 带竹出不了好损 系统 启动周天赐的石化系统 砰一声 周天赐丢了手中的棒骨 对我拳脚相加 捡人 周慧帝是捡人 你是我家的奴隶 爸妈说 我可以随便打你 你滚出我的家 你个客服的混蛋 赚不到钱你就去死 弹幕又一瞬间的静止 随后铺天盖地袭来 姐姐这就是你说的乖弟弟 你家人太可怕了 救命 这是正常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吗 我护住头部 坚强微笑 谢谢大家的打赏 我弟弟心情不好 让他打两下没什么的 很快 我们被人肉了 网友精确定位到我家 当夜 院墙外被泼了份 院中满是个石垃圾 大门上红色油漆喷了字 人渣不配做爹妈 刘美脆气得直拍大腿 天杀的 这是谁干的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周天赐后来不分 一头扑进垃圾堆里 找剩饭吃 周望顾不到儿子 黑着脸拿起水桶要洗油漆 我忍住笑意 全方位直播 我知道大家是关心我 谢谢大家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系统及时出现 宿主 开吗 我轻轻点头 原本做的撒泼的刘美脆 疏地起身 冷着脸走来 周慧地 你个减肿 还不把这些收拾干净 我告诉你 别管你弟是怎么变傻的 那就是你的责任 要不是生你时候 你抢走了天赐的健康和运气 我能难产吗 他能缺养痴呆吗 系统关闭 我保持微笑 轻声道 哦 原来如此 原来 爸爸说的是真的 周慧根本洗不掉油漆 神态逐渐癫狂 愣着干什么 不干活 老子打死你 刘美脆捂着嘴 神色懊恼 很快 他便为自己的口误 找到了宣泄口 那就是周慧 骂什么骂 你是不是早就把真相 告诉周慧地了 好你个周慧 你果然没安好心 天赐那是你亲儿子 他可是老周家的根 我调转摄像头 为网友实施转播 时不时点评解说几句 周望紧皱眉头 有黑的皮肤 隐隐泛着绿光 臭娘们 你胆肥了是吧 我告诉你 天赐是我儿子 他可不是你儿子 你生的是个女的 早就被我扔臭水沟了 天赐是我表妹给我生的 哈哈 叫你打我 你给别人养了二十年儿子 这个走向 是我没想到的 我看了看周天赐 那和刘美脆丝毫不相脸 没忍住笑出了声 对不住 二位继续 刘美脆那表情 像是吃了三桶八二年的干水 你 你 周望 你不是人 周望很得意 目光带着挑衅 哼 你骂吧 反正替别人养儿子的 不是我 刘美脆看向周天赐的眼神中 再也没有往日的慈爱 血缘真神奇 明明是捧在手心里养大的儿子 现在知道不是自己亲生的 转眼就恨上了 可是我和他血脉相连 他为什么要恨我二十几年呢 我的直播冲上热搜 周家火了 周望和刘美脆彻底撕破脸 他们顾不上管我 刘美脆计算 这二十年给周天赐花了多少钱 周望计算 结婚二十五年 给刘美脆和我花了多少钱 直播时 我打趣道 我应该算算 他们欠我多少钱 打工这么多年 每个月都给家里交五千块 他们养我也没花五千 网友惊叹 好狗血的故事 姐姐以后什么打算 我看了眼日历 意味深长道 不急以后 这场大戏还没完呢 因为 王永强要出狱了 他出狱那天 阴云密布 我撑伞等在外面 王永强见到我很吃惊 你怎么来了 我垫脚撑伞 目光深深 永强哥 我很想你 王永强大喜过望 恨不得当场就拉我去民政局 回村路上 我向他讲述 这三个月以来周家的变化 永强哥 周天赐竟然是我爸和别的女人生的 真心疼我妈 哎 我妈竟然因为一个外人 虐待我二十几年 永强哥 我太难过了 王永强握住我的手 眼神像毒蛇般 黏匿匿钉在我身上 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了 你有我了 我不动声色抽出手 给他拍拍尘土 我还是想出口气 这次我自己动手 不能连累你了 等事情结束 我们去县里结婚过日子 好不好 王永强这人 吃软不吃硬 最喜欢被女人捧着 一听这话 当场就不乐意了 你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 老子的女人 老子必须护着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可不客气了 这把枪已经上好堂 就等着你开枪呢 周旺和刘美翠 近期消停不少 对我的监管也松懈了 只要我说是出门 见王永强 他们就不会阻拦 这日我带着户口本 和其他证件 早早出了门 到达县城火车站时 我将提前编辑好的 短信发送给王永强 永强哥 我走了 爸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他们嫌弃你进过监狱 嫌你年纪大 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不给他们钱 我家在中间很为难 我也不想看你遭罪 再见了 爱你的惠帝 发完短信 我拉黑王永强的电话 静静等待周家的电话 没过十分钟 刘美翠的电话来了 周惠帝 你滚哪去了 赶紧死回来 话没说完 王永强夺过手机 惠帝 你去哪了 我来你家给你报仇了 你等着 我把你受过的虐待 全都讨回来 我声音哽咽 不要永强哥 我不想连累你了 我是个不祥之人 你帮我提醒爸妈 院子里我砍好了柴 足够他们用一年了 叫他们看好周天次 别让他玩火 永强哥 你多保重 说完 我拔出电话卡 随手丢出窗外 舞台已经搭好 公营主角登场了 上辈子 王永强烧我烧得很痛快 这辈子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我找了份 美容院包吃住的工作 静静等待这出戏落幕 再次得到周家的消息 是通过老家的警察 你好周女士 这边需要您尽快回来一趟 根据调查 王永强和周旺 刘美翠发生争执 当晚 王永强携带汽油翻墙 进入周家院子 引燃了院中的木柴 火势很旺 等救援人员赶到时 刘翠梅已经死亡 周旺和周天次重度烧伤 目前还在抢救 王永强对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他当然供认不讳 毕竟我的实话系统 可不是闹着玩的 自从我离开 他们身上的系统 就一直开着 对于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比听 对方说实话更难受的了 我请了假 回村办丧事 全程直播 我会为自己好好活的 大家放心 原本我打算 出去开始新人生的 没想到短短一个月 发生这么多事 唉 死者为大 以前虐待我的事 就算了吧 网友们的评论 看得我心暖暖的 报应 这就是报应 也别这么说吧 博主虽然很惨 但他爸妈已经给了他生命 现在一死一伤 家破人亡 大家嘴上积德吧 我关闭了直播打赏 原本就是 我爸妈逼我卖惨赚钱的 现在我用不上了 那些钱我会统计出来 原封不动 捐给山区女童读书 治病 没关系的 我不会用这些钱 给我爸治病的 火灾现场 远比我上一世 经历得要严重 看着焦黑的周家 我很想问问刘美翠 被活活烧死时痛吗 有后悔过吗 有想过上一世 我也曾这样绝望痛苦吗 村里人拒绝刘美翠 葬进村里的坟地 这种虐待孩子人渣 死了也是报应 晦地 你就把他往殡仪馆一放 随便扔在哪都无所谓 这个提议很棒 我把刘美翠的骨灰 寄存在殡仪馆 准备让他和周旺周天次合葬 他们一家三口 死了也得给我赎罪 周旺父子俩的医药费 是王永强在付 他那点不干净的钱 几乎全部作为民事赔偿 花到那俩不干净的人身上了 ICU病房里 周旺眼神迷茫 彻骨的疼痛 让他没了往日的神气 他嗓子被烧坏 说不出话 看着他充满渴望的双眸 我俯身问他 你想问周天次怎么样了 他轻微眨眼 我嗓音轻柔 一字一句讲给他听 你老婆死了 你儿子跟你一样 能不能活 要看命 你比他幸运 命根子没坏 他就惨了 变成太贱了 要不我帮你把你表妹再找来 你们再生一个 监护一句想 周旺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他和周天次 就这样靠机器调命 一周后我再去看他时 他神色清明了不少 看向我的眼神情绪复杂 我有一种预感 你命挺硬的 消失许久的系统响起 宿主 他说他想起来 钱是死的不是他 我恍然大悟 这是要说临终遗言了 上辈子你过得多好 要疯的疯 要雨得雨 好不风光 这辈子 从云端跌落的感觉如何呀 刘美翠已经下去给我赎罪了 你别急 马上你轮到你 宿主 他骂你 周旺脸上的皮都烧没了 多看他一眼我都嫌恶心 骂吧 骂完好上路 周天次没什么可看的 重度昏迷 那种的治好了 也是流口水 俩人一天病危八百次 签字签得我手酸 一次抢救后 医生找我谈话 周女士 后续治疗费用大概几十万 你得尽快筹钱了 至于后续情况如何 我只能尽力而为 我思索片刻 开口道 医生 我放弃治疗 我接他们出院 在周家采访外 我做了最后一场直播 这个账号的所有盈利 我都做成表格了 已经全部捐给山区女同学校了 大家可以自行查看 我爸和我弟 已经被我接回家了 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和开导 在这里 我想和所有重男轻女的家长说句话 你们现在所轻视的 在未来某一天 都会千百倍作用到自己身上 就算不爱女儿 也别伤害她 做人吧 下播后我就注销账号了 咱们山高路远 江湖再见 有人好奇周旺现在的模样 反正最后一次直播 我也不担心被封 索性让大家见识见识 没什么好看的 大家看过可别做噩梦 周旺想躲 却躲不掉 他知道 自己能不能活 是我一句话的事 爸爸 你乖一点 文言 周旺任命般闭上了眼 挑着和几个网友做了告别 我便注销了账号 上一世 他们靠吃我的人写馒头赚钱 这一世 我把赚到的钱捐出去 就当是祭奠上一世的自己了 王永强多次入狱 被判了无期徒刑 看守所内 我和他分坐在玻璃窗两边 最近我常做一个梦 梦里你是我老婆 然后呢 你把我绑起来 扔进火堆 是吗 王永强呼吸一致 你怎么知道 我拨弄着电话线 不紧不慢 前世在你手里 是我圣母心活该 不过这辈子害死你的可不是我 是你的色心 何愚蠢 总的来说 你就是又蠢又坏的代名词 王永强一拍而起 他看我的眼神 透着入骨的恨意 周慧帝 老子总有一天能出去 你给我等着 我笑笑 满不在乎的态度 引得他癫狂 好啊 我等着 与其期待自己出狱 不如期待一下 现在就去死 万一也能重生呢 说完我无视他的吼叫 白白手和他告别 看守所外 阳光明媚 如同我的新生活 一样明媚 现在我叫周慧几 慧帝有什么用呢 做人还是要自己聪慧才行 我辞了美容院的工作 报了高考复读机构 我准备以社会生的身份参加高考 告别学校多年 高中知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幸好我底子够扎实 在夜以继日的学习中 我逐渐找到了学生时代的学习节奏 埋头苦学大半年 我再次走上高考考场 拿到梦校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我接到了村长的电话 周旺和周天赐死了 你回来一趟吧 这俩人被发现的时候都臭了 我在村外的山上找了个空地 给刘美翠和他俩做了个合葬墓 迎着夕阳下山时 沉寂许久的系统再次响起 这次不是冰冷的电子音 取而代之的是甜美的同声 姐姐 你知道我是谁吗 嗯 姐姐真聪明 我看到你给我立的牌位了 谢谢姐姐 我很喜欢周时安这个名字 谢谢你帮我重来一次 系统声音渐渐微弱 他说不只是帮姐姐 也是帮我自己 陪伴我这么久的系统 就是当年那个一出生 就被周旺扔进臭水沟的女孩 人在坐天在看 那些畜生 注定勇士不能翻身 时安的声音消失了 这一世大愁都报 我的余生还长 还有许多有意义的事 等着我去做 希望下辈子 我们能投胎到好人家 到时再做姐妹 全文完